289 頭條日報 仍經濟股票南炒 2015年7月27日頭條財經P42金融開次錄羽人過去十年 在6月尾,7月初買股,賺錢機會遠大過輸錢 今年會不會例外? 股民、專家看法差不多,吾少都對前景有保留 大家看淡,原因有兩個 一個是資金流向,另一個是實體經濟表現 先講資金流向 這個月美國公布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 大幅下降2.6萬人至25.5萬 是1973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市場預期7月非農就業人數會增加至25.2萬人 另一個數字是新屋開建數字強勁攀升的推動 6月份領先經濟指標指數上漲0.6% 數字已未光 與半年經濟前景仍然強勁 華爾街四年的就業是聯儲局最重視的數據之一 失業率穩定向好 令到聯儲局能夠在今年內加息的條件大升 聯儲局主席耶倫近期多次放風 將於今年稍後時間開始加息 市場估計 聯儲局最早可於9月開始加息 加息甚至不止一次 不過 聯儲局職員晚團搭Q龍 將應該幾年後先解封的會議內容方上網 提及聯儲局外部對經濟看法無外計預期感樂觀 多位理事覺得美國今年最多加息一次 就已經差不多 不像外界估計加那麼多 可能受美式向上的心理預期影響 上週五的新屋銷售都比預期差 成為華爾街四年的理由之一 聯儲局議員有無感窝農 將那麼敏感想法放錯上網 中環茶友大有保留 有人說笑話 這個可能是耶倫放風新招 等大家又加息預期 究竟烏龍是真意或假 看任週 人被炒油就知道 茶友最近已經成日說 市場已經預積過今年會加息 市場已經慢慢如虛 所以利率上週好過不動 最正路是美國加兩次息 令利率正常翻小小 然後再按實際情況決定未來重加不加 這樣好過不屈手 任由通脹升溫 他認為 美國經濟還未是大好 加上就快大選 為免經濟大幅波動和影響選舉 儲局一般是呢 起頭不會大力加息 儲局擺錯籠以紀錄 反映出計型 Q發都好大怒 美國加息步伐佔近 華爾街情緒有點神經質兼緊張 美股上星期就借著部分公司業績不太靚仔調整 道指上週五收17568點 跌163點 全星期計就回落近3% 反覆去到近期低位 顯示華爾街股民開始為利率上調做好準備 香港得番樓市撐住 至於另一個因素 就是實體經濟表現 講到呢 反正內地和香港都較美國值得擔心 上週五公布的7月份中國製造業指數 PMI創出5個月新低 消息公布後 A.股島插收場 港股急跌287點 美國余托政券開始繼續回落 加此華爾街低收 相信本州開市氣氛仍然緊張 陸宇人最近和吾同忽復勒 H.是傾起 大家覺得中港商業周期施拍標B.行 正等緊有屈山腔 A.一場明顯銀浮跡C.有本地零售業巨頭說 距馬尾街各地都有生意 現在美國和歐洲都算是平穩 反而是輕喉嚕壞 尋緊底 奢侈品零售淡靜已經是不爭事實 游客區租金向下調整成為大勢 就算是水貨客買開的類別 依價都放緩去C.比較好彩是樓市和樓價重挺住 支撐增肖 若然樓價放緩 情況會怎樣就真是好難說了 梅 售謀是個房協長沙環樓盤 因為定價低過同是二手 吸引大批買家捧場 幾百個單位一Q.清袋 雖然是這樣 不要忘記樓市氣氛可以變得好快 尤其現在樓價高企 膠頭減少 有點乾性味道 如果未適向上 買家熱情多多少少都會受考驗 巨頭覺得市道正餡掉手後囂 一是內地進行緊調整 加上打貪因素 影響了消費力 另外 美國息口開始有向上跡象 美元轉彈 令不少大陸人和外地遊客減少來港消費 之前本地有一班人大聲吵 不歡迎內地人前來消費 只是壓斷鑼匪的最後一斤稻草 就算無這類事件 相信市道都難逃一滴 他還笑言 入前遊客區發生單萬元一支藥油的佛風波 可能反映部分業界心態 以前生意好做 無謂挺做到敢離譜而走險 現在斬迷不夠一碟 於是肯下心腸斬客窩 這種說法多少有穩藉口之嫌 但零售業由高峰回落 但人工、租金未回調 老闆們捱板都不容易 這確是事實,因攜貨銀耀 零售股業職不會好 通常零售業最大成本是人工和租金 現在租金開始調整 但幅度尾是很明顯 薪酬同樣還未跌 所以零售股雖然調整團藝藤 想腦底低買不用這麼心急住 香港零售或旅遊業 基本上只是小氣候 大氣候始終是美式和內地經濟 內地感差 好多人都有少少意外 早前內地話上半年增長成功補漆 有人從相反角度解讀 說阿爺感緊張 是否數據好差呢? 從公佈工來的PMI看 內地似乎還未熬過最惡劣狀況 未來可能是有反覆的日子 有茶有蠻地回港 他說現在是美家 開始見到不少美國本土生產 和東南亞生產的消費品 他猜是因為人民幣升值 和內地TOWSONW 國勞工法例 年年提高工人福利 增加烈民現貿如勞 G慢慢浮現出來 若然是這樣 內地文藝池丹 像一個經濟火車頭之前 要維持7%的增長真是很不容易 內地最怕通脹夾擊早兩個月 實體經濟差 市場憧憬中央會放水 另外消息可以從利好角度解讀 不過 這個傳統智慧還有無效 現在就要小心觀察 內地放水的解讀有可能出現新變化的原因有兩個 一個是通脹會不會重現 若放水太急會觸發債張憂慮 二是 股爆災後 市場對大水浮起股市的信心是否還是一樣 上個星期 市場忽然炒起豬肉股 陸宇人當時說過要留意會不會是通脹威脅 燈號亮起 其後發現市場都有不少人抱相同看法 內地通脹數字 食品佔相當權重 其中豬肉是重要數據 肉價漲對數字有推動作用 要留意市豬肉漲價的代表性有幾強 前幾年 豬肉都試過急漲 令農民大量養豬 搞到豬年豬肉過成 連掌缸都爆發死豬成災的事故 之後養豬的農民減少 可能是肉價上漲的成因 若然只是生產循環的因素 這樣就無敢驚嚇 現階段比較理性的做法是不下結論著 但就提高警覺性 因為若然通脹升溫 阿爺不敢亂放水 這樣等如綁住雙手去救火 很難去托住經濟同國市 現在內地經濟價已經確認 中國經濟無 仍反彈 似是 仍在底部橫行 情況不太樂觀 經濟差是壞消息還是好消息 好大程度取決於阿爺有無同用 什麼措施去應對 但阿爺似乎要等通脹回番才可出 從手放水救市 野村政勸預測 今年下半年中國央行環會有一次降準 一次降息 約為25個基點 就算中央有減息降準機會 外界反應都未必一樣 尤其是經過 有中國好友之稱的對沖基金 Bridgewater Associates負責人 Ray Dalio早前發信給客戶 坦然我們對中國的看法已改變 因為內地股市泡沫急速累積和爆得這樣快 經此一役 相信好多人傾向持有現金 炒中短線要提高警惕 連大好友都敢說 中港股市現時需要有權浮值 估值不算太貴 但考慮到實體經濟氣氛影響 加上信心微服 若然只是想著老著老貨炒炒中短線 就不能不對短期波動增加警惕 企業CEO 逢週一至五見報 如果下線都是更新的賤 跟著老貨炒炒中短線